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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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哈囉大家好我是Matt 歡迎收看黃標事件部 所有住在深海大風裡裡的市 都會彙集到這本黃標小事 無二戰爭進入第49天 當你以為戰士陷入僵局 媒體只能循環重複報導知識蹦一聲 而軍黑海艦隊旗艦莫斯科號船身起火 和網路迷音圖一樣 真的成了小魚和珊瑚礁的新侵襲地 如何讓重達一萬兩千噸的巨獸失足啊 網路上眾說紛紜 普遍國際上的說法是 14號他遭兩枚沃軍自製海王星反艦飛彈擊沉 但是俄國防部始終認定為 是巡防艦上的彈藥意外起火導致爆炸的 而在拖回港口的途中不幸巧遇暴風雨 導致船身傾斜進而沉入黑海 並加碼聲稱軍艦上的船員已被救起 返回賽凡堡安置 這2014年所拿下的克里米亞半島西南岸港都 一直以來屆是兵家必爭之地 為昔日黑海艦隊的重鎮 二戰和德軍上演兩次微城戰 第三帝國遇攻下此處就花了250天 這樣相比下來 好吧這次爾軍的豪賭好像就沒那麼糟了 怕你說的那證據咧 沒有證據我不信 隨即兩天後公布宣稱是莫斯科號船員的教育影片 我以為會是什麼神鬼起航章魚哥 David Jones 情節 一堆鬼船員身上長滿青苔 我們已在船長服役了數十載 現在要上岸還魂呢 怎麼感覺有點帥欸 現實直接不用綠幕和CGI 結果各個身容火虎呢 可能還有幾位伙食吃得太好 佔得直挺挺給攝影機看 26秒的短片 俄海軍總司令 野夫曼羅夫上將還還親自接艦 想隨時我們發表講話提到 莫斯科號導彈巡洋艦的傳統得以留存 組員們會繼續在其他船艦回憶 一旁還有應該已故的艦長庫普林 沒錯如果照內務部顧問在Telegram上的說法 他應該是已猜大火中喪命才對啊 結果現在是Dickfake技術還是回光返照 這是首度在沉船事件後外界得知可能有人生還的消息 為了安撫明星全艦滿載可以塞下快五百人 現場臨演我是說倖存者才快兩百位 和官方宣稱的全數救回數字不吻合 而且這影片是由非官方的紀念單位 為慶祝黑海艦隊成軍三百年所上傳的 自由歐洲電台美方出資的傳播機構 有聯繫到至少一名喪命的水兵儀雙 聲稱有27名該艦船員在那事件後便下落不明 連一般站在克里姆林宮那邊的黃金時段脫口秀主持人 所落為耶夫皆忍不住發問 稱自己對這件沉默事件感到憤怒 然而針對黨和西方世界的兩種故事說法都覺得好奇 和我想的差不多只是我腦袋跑的情境句是用中文 怕是用俄文 還不好笑 主持人大聲疾呼啊 如果覺得是AI傳生自然的那版本 那莫斯科號的滅火系統和船員預襲後的SOP 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反過來說如果是B故事被烏克蘭的飛彈擊中 那你的防衛武器怎麼會太早了 就跟我解釋是怎麼弄成的就好 因應疫情在沒有Live觀眾的攝影棚 主持人向大眾提出合理的質疑 本身是學大眾傳播 所以對媒體是如何塑造我們所看到的資訊是比較感興趣的 俄國電視媒體除了直接承認有損失之外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 越來越多權威人士和主持人不小心 改口稱原本的特殊軍事情動為戰爭 一種語帶保留的說法 因為其中還是在暗指 NATO各國和主要的美國在圍剿俄羅斯 畢竟如果說錯話可是要面臨最高15年之徒刑 有些人測試力氣用事直接認定是烏克蘭的攻擊 例如電影導演斜槓杜馬國會前議員博爾特科就直接不演了 說什麼特殊軍事行動的說法在昨晚的襲擊中已不適用 在主持人壓根沒提到可能是烏克蘭幹的情況下 自己抖包袱說 這場軍艦沉默事件就同等於對俄羅斯的本土侵略 好了這位和普京同名的大大請先冷靜 照你這樣講 第一點 如果你進去一個被違和的國家 你最後反倒被入侵 那不是很怪嗎 第二點 不好意思 你直接跳過官方解釋說是敵人射的 那可能就沒有然後了 雖然沉默原因大家不同意 但危機百科章已經急著幫你劃定好幾日了 今天就先不管政治算計的暈謀論 反倒是想來和各位前攤這艘船的歷史和這對俄海軍的力量為何種情緒 從光譜較短的歷史來看 OK 這是烏爾戰爭開打一個多月俄方損失的第二艘船艦 拉長遠來看更是二戰後再次有這麼大噸位的傢伙下沉 長快200公尺的光榮級導彈巡洋艦 最初是在1970年代末開始動工 很諷刺底和許多前蘇聯時期武器一樣 他們都是在現今烏克蘭境內開招 詳細來說是烏克蘭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市 東歐的主要造船工業中心 中國首艘航母遼寧號便是出自於此 這幾天這座好幾艘船艦的母體胚胎城市也接連遭受戰火犀利 蘇聯原預定要在這座母港建立共10艘同級船艦 很明顯後來自己解體和預算緊縮只有應急出3艘 而新俄羅斯政府的則是沒有自己建成過任意光榮級 上面的三隻巨獸就有兩位當上旗艦的角色 分別是今天的主角在黑海和太平洋艦隊的三妹瓦良格號 二號艦烏斯基諾夫元帥號則是被配屬到北方艦隊 其實還有第四艘隱藏版的就叫烏克蘭號 一直屬於未完工狀態停泊在場內 要報廢也不是要興建也不是 莫斯科號主力是配備有16枚火山岩反艦巡翼飛彈 射程至少700公里 初始設計性來打擊航空母艦和其他大型作戰船隻 1989年他的第一場任務就是想辦法讓我們的偉大領導人睡得安穩 在馬爾塔峰會中負責蘇聯代表團的住宿 而美方則是睡在USS貝爾納普號 當時媒體稱了此為二戰亞爾達會議之後最重要的一約 但不知道是誰出我的首主意 覺得這一刻要在海上不佳的船艦上舉行比較屌 於是最後改期外加改地點到郵輪上會面 不太適合拿來過夜沒關係 那原本設計目的打仗總行吧 隨後蘇聯解體1996年改名為莫斯科號 清洗年熔登黑海艦隊之旗艦 我有查到的第一次戰略部署的是在2008年的喬治亞戰爭 負責監控黑海遭敵人海軍短暫還手但依然還在海上 最後還有使勁拱出來的阿布哈茲共和國首都內秀一波啊 接下來是2013年去了趟低中海 像美軍在敘利亞海岸上集結的勢力嗆聲啊 還有明顯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嘛 前去阻擋烏克蘭在多努治拉夫河上的艦隊出雜 2016年開始了危期三年的現代化大翻修 主要都是針對防空火力升級啊 包含8座S-300飛彈的艦載型發射裝置 6座AK-630 6管30公里機砲 以及換裝雷達預警系統等等 照以來說能包辦球型半徑150公里的所有船隻和飛機的防空羽翼 當時美軍還投書說他對於自身的提康羅德加級號會是一大威脅 現在看起來這番擔心好像有點多餘了 聽下來大家應該會納悶 也是差不多四年前才插滿的刺猬型防空武器 怎麼會如此不堪一己 從紙面上來看他的軀體雖然成就 但依然是不錯的社會主義獠牙 不管是反艦或防空能力都應該能抵禦可能的攻擊才對 恩 才對 有專家推測和逐艦的預算縮編有關 而且巫方造船場能不給你用導致無法順利升級S-400 抑或是單純的人員疏忽 最近有看到俄海軍他們的彈藥處放方式 而為之一個自由奔放 你還塌差的真的是把自己搞成都有可能 總之實際真相和其母體一樣沉入大海了 富比斯商業雜誌由作者投稿標題寫到 如果有適當的空軍掩護 那或許今天下場不會那麼慘 首先提到24號開始的行動中 莫斯科號並沒有扮演巨族輕重的角色 畢竟是反艦主力 所以對方沒那麼下艦的話 你應該也沒什麼地方發揮 但是烏克蘭所佈置的沿岸飛彈才是他們所畏懼的 作者推算如果俄方有足夠的海上滯空能力的話 其艦隊才可以更自由地活動 莫斯科號起火被拖回母港 最後沉入大海花了12小時之久 所以我相信俄海軍也有試著在搜救 從這幾天傳出的莫斯科號 最後的時刻晉升照就可以證實這一點 也因為美國有開拜登的祈禱天野 所以週四上午無教大廈只有追蹤到 俄軍波羅的海艦隊所剩餘的小型護衛艦紛紛向南航行 故意要遠離奧德薩港都 順勢剛好與所有物軍導彈部隊多拉開了20英里 專家認為這代表物軍的故事比較可信 不然如果只是一艘船著火幹嘛全部人跟著跑 如何反反艦武器能看破你的看破 可以說一直以來皆是東方大雄的死穴 自動導引和火箭引擎在60-70年代有新的技術革新 世界海軍大國幾乎都配備了反艦巡衣飛彈 他們可以貼著海面進行亞音速飛行 萬里奔騰就是為了督你的吃水線 通常這是船身最弱的一環 有那麼強的力氣 所以你當然也會擔心別人用自己的魔法來反制 情勢到1982年變得更加危機 另外阿根廷軍在昼目睽睽之下 轟掉了昔日海上霸犬 英方7隻船艦 其中兩艘即是被飛魚反艦導彈所搞掉的 蘇聯軍事高層的請做筆記 認定他們的艦隊也需要更好的防禦系統 所以沒意外的話 紅軍時期乃至於解體後的俄海軍 船艦應該都附有干擾器 和敵軍飛彈如果真的突破封鎖的進破武器系統 像今天的主角擁有64枚S300長城 和40枚黃蜂短程防空飛彈 以及一卡車的煉炮機炮 和最後的最後換裝藍幕酒桶和茶邊球樣式的干擾器 主要都是北約所起的名 不是俄國官方自己的編號 在船艦主體一包一包箱長腫瘤的東西 包覆著干擾機陣等機密器 我沒記錯的話 兩種Jammers都要連線開機才能發揮其用處 所以我們不知道這些系統在莫斯科號戰艦上的 妥善率為何 據官方說法是在凌晨一點預洗嘛 當時操作員的警覺度和訓練SOP 有沒有即時喚醒都是好問題 假設真的並非自己玩火自焚 那也抑制你的心事防衛武器簡直不堪一擊 北巫軍5公尺長的海王星導彈給硬生生殺入 而且還門戶打開兩次 據烏克蘭軍方報導 是TP2土耳其無人機在海面上追蹤到他的下落 像恐怖情人般定位後 變從應該是陸基導彈車發射兩枚海王星擊中其左旋 這次立大功的武器RK360MC 算是悟軍在2020年才實機部署的新玩具 以前東甲蘇聯SSN25彈簧刀掠海導彈為基礎 而軍自己編號稱KH35已經不是最新型的反見武器 但可能還是有許多庫存在最近馬里烏波爾的微塵戰中當陸基導彈使用 外觀神似競爭者沒置得AGM84魚叉 所以也慣得魚叉死雞蛋的稱呼 目標設定是排水量約5000噸的船體 射程不滿300公里裝載有330磅重的高波彈頭 這不被看好的計劃今天竟然能有如此戰功也算是很獨特的個案啊 甚至有俄羅斯媒體質疑是不是你西方世界在幕後那邊偷偷採壞啊 而美國是堅決否認又出售任何反見武器給烏克蘭就是了 蘇聯人當初也有想到儘管船艦變成刺猬還是有美中不足的點 所以軍艦應該要有空中掩護才好辦事 預警機可以在導彈發射不久後抓人 而戰鬥機可以在安全距離內予以擊落 他們也不需要是艦載型的空中延伸武力 像俄海軍的確就放了一打雙引擎蘇凱30在克里米亞內陸standby 據說原先就是要拿來保護艦隊用的 只是最近編隊都被叫去烏克蘭境內執行轟炸任務 需要在異收攻擊的船隻上空開啟保護傘的概念 這方面和航母的搭配作戰在美國、英國等西方世界中早已不是新聞了 1982年蘇聯的第一艘航母龍骨下水 也就是俄海軍現役最新型的庫茲聶佐夫號航母 它的第一階段現代化改裝要到2023年才會完工 所以這回烏二戰爭中完全缺席 身為俄海軍艦隊旗艦 但其實很少出海漏的啊 1991年至2016年間只進行了7次巡邏任務而已 很多人說它也乾脆不要出現得好 這塊奔40的老岩牆每次亮相啊 博士有飛機最海淚就是阻炎走火 沒有傳統地義上的海軍國家 竟然把你的主力艦給完爆 當然除了是實質的戰力損失外 更是直接戳到了俄地的銳器 英國前第一海務大臣和海軍傳播長韋斯特上將稱 普京庫艾他的海軍 上台時在舊蘇維艾部隊中投入最多精力的地方 就在此處啊 他總是對海上制霸懷有憧憬 1996年當初把劍兵改為莫斯科號 就是為了增加其政治意義 也是因為受常年首都市長 尤里羅日科夫的斗內緣故 他本人早在前蘇聯時期 就一直提倡克里米亞半島是我家的概念 黑海艦隊最派的掌門人 唯一的導彈巡洋艦 象徵者而定的海軍投射能力 隨便發射P1000導彈 該區就要聽令 我一現身就封鎖住 烏克蘭南部的海上補給線 也沒人敢吭聲 但這一切在舍島的首軍嗆聲下 都回不去了末節 遙想當年把光榮級 基羅夫級 和隨便一艘航母約出來擺拍 就象徵了蘇聯海軍的門面 現在還掉了一艘號稱折損三分之一的戰力 我相信不只黑海在堂血阿 埔爺的心中更是透支了 克里姆林公稱 普京沒有安排訪問賽凡堡的治癒行程 連會議中都沒有提到莫斯科號 這大概就是對於 而黑海主力艦沉默的漁波簡介 卑微45度 東京30度 可以看到與咱們今天的主角大小匹配的船隻 大致在蛇島以東 距港都奧德薩巴市 烏克蘭陸地烏斯海裡的位置 衛星通過的時間是當地下午6點52分 剛好截取下莫斯科號的最後身影 回二戰後 俄軍第一艘被擊沉的大型船艦 更是1905年日俄海戰後 他們家首艘旗艦陨落 死亡人數雖是眾說紛紛 但肯定比2000年的庫斯科號核子潛艦爆炸案來得深刻 雖然今天俄軍是我們的敵人是侵略者 但我們依然要給為國家犧牲到最後一刻的軍人們respect 他們都比我們在家打打鍵盤戴戴口罩 一邊該說怎麼確診又增加那麼多的人強多了 同時藉由這些海面S光照 你還可以看到俄海軍的最新動態 4月15號 克里米亞上空的衛星圖告訴我們 有兩列俄海軍編隊可能還包含登陸艦正在朝西北方航行 退估是從先前提到的賽反寶出港的部隊 所以儘管主力艦被踢出伺服器 但是俄軍還是有挺自由的航行權 只是其他船艦會更擔心其離岸距離和防空能力了 大家對於俄海軍主力閹割秀有何想法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請禮拜留言我不一定會回覆但我真的都會看 新畫面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 等到關訊勢 你沒有問題 答案 inos scared 答案 思想想 Fel實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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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